音乐三六五 三分六十五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我们要进入到马太福音五六七这三章 登山宝训 这是耶稣很长的一篇教导 而进入到第七章 一开始我们要谈到一个 也是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论断人 通常我们讲论断都不是当面的 都是在背后的 可是好像人就有这样的习惯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吃饭 大概很快就会谈到另外那个同事 那个同学 我们楼上的邻居 我们的小组长 教会的牧师 就是很容易会去讲一些不在场的人 而什么是论断呢 我们华人喜欢用一个词叫讲是非 就是讲他对他错 他发生什么事 他做错什么 讲是非 既然是是非就有对有错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他们两个吵架 那我觉得谁对谁错 所以论断这个词 其实在某一个层面上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做定罪 做审判官 我站在我的立场看到说 他们闹离婚 是丈夫错还是妻子错 这个人他在被公司file掉了 是老板有问题 还是他有问题 其实我们很容易站在一个审判官的角色 可是圣经怎么说呢 耶稣是这样说 他说你们怎么论断人 你怎么样在背后去说别人 然后你定这个人有罪 你觉得对错 你怎么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哇 这件事就严重了 他说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那个意思是说 我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去批判别人 将来有一天 你就会遇到别人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批判我 其实你知道在我自己的服事当中 我常常经验这样的事 刚刚进教会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很年轻真的很不成熟 我觉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从小在这个教会里面长大 所以小的时候看教会的那些长辈们 觉得这个也不怎么样 那个做得也不好 他们哎呀 这样有一天如果我来做 那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被他们搞成那样 就常常有很多这样的批判在我的心中 甚至对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神很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 可是小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就是小孩子 不懂事就觉得他这个事怎么这样做 他那个怎么样做 当我这样在说的时候 我心中隐隐然有一个事说 我会做得比他好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其实那时候很矛盾 我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想做传道人 但是心中就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我做 这种事情他怎么会处理成这样呢 上天很奇妙 后来我成为一个传道人 我就在 我就用 我跟我父亲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 然后后来他到美国去之后 我用的是他的办公室 坐在他的办公桌 坐在他的位置上 每一天处理的很多事情 都是他过去以前在处理的 你知道我常常会觉得说 当我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哇 好不容易哦 我是个小孩子 站在旁边看的时候 都很容易 你知道吗 看别人做菜都很容易 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你自己坐坐看 那个时候就发现 好难 然后我常常真的 常常一些碰到一些状况 我就跑去我的那个沙发那里 跪在那里祷告 说主啊你赦免我 你赦免我以前真的很喜欢批评我爸爸 现在自己坐在这个位置上 才发现好难哦 然后呢 我在这个位置上 侍奉了五年 十年 二十年 现在二十五年了 我有时候就听到说 比我年轻的弟弟妹妹们 他们怎么讲我 当他们讲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没话讲 因为我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 我当初用什么量器去量我爸爸 今天别人就用什么量量我 没有话讲 圣经的道理真的就是真理 你不喜欢被别人批判吗 就不要批判别人 你不希望被别人定罪吗 就不要定罪别人 这就是圣经的真理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